大家好 又是我Dr. Matti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探討關於頭痛方面的問題 相信大家都經歷過頭痛 但原來頭痛都可以分不同的種類 有些頭痛可能是短暫 亦有些頭痛可能是長期 而頭痛一般我們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我們稱之為肌肉緊張性頭痛 第二類就是血管性頭痛 第三類就是腦病引起的頭痛 肌肉緊張性頭痛比較常見 頭痛通常會發生在後腦裏 或是在太陽穴這些位置 一般病人都會覺得好像很繃緊 有條帶去固住頭 甚至乎是覺得頸椎、肩膀等位置 都會好像拉到上來的頸 而產生頭痛的現象 一般病人都會覺得頭很聚 和很重 通常頭痛就出現不規則的時間 有時可能是起床的時候覺得痛些 有時又或者是上班的時候會痛些 甚至乎有些病人都會說是放上班之後 比較放鬆一點的時候才會頭痛出現 都會在一些可能是環境上面很緊張 或者是情緒上面有些緊張 或者是情緒有些波動的時候 都會令到這個頭痛是比較增加多些 除了是我們那個姿勢去留意之外 其實去強化我們的頸部的肌肉都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強化了頸部的肌肉的時候 其實我們引致當由頸部的肌肉去引致頭痛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以及減少頭痛的發生 以下我們會示範一組系列的頸部肌肉訓練 會有一些伸展的運動和一些強化的運動 我們以下會示範給大家看的 我們將頭向前 直到後面的頸部有少少拉緊 然後就可以維持五至六秒 然後就向後 同樣是覺得前面的頸部肌肉有少少拉緊 就維持著大概是五至六秒 然後就耳朵向肩膀去做一個伸展 亦都是五至六秒左右 然後反方向做第二邊 亦都是維持五至六秒 做完這個之後 就會做一個轉頸的動作 將頭就轉向左手邊 然後也是維持五至六秒 然後再轉去第二邊 仍然都是維持五至六秒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動作 每日可以一套完成的動作 大概是兩至三次 每日分開來做也可以 可以三套動作一起做也可以 接下來就是做一個頸椎的強化運動 我們可以利用一根牆 然後頭就是向牆向後壓 亦都是維持五至六秒 然後就雙手放在額頭前面 然後頭就向前壓 雙手就向後壓 亦都做了一個阻力的效用 都是維持五至六秒 然後就是兩邊 譬如是右手邊的 就將雙手放在右邊的頭上 然後就做一個大家相對的壓力 都是維持五至六秒 然後就在反方向做同一個動作 都是維持五至六秒 這個就是一樣可以做三套動作 變成我們每日可以一天做三次 另外如果是想再加強 我們耳朵向肩膀拉 或者是頸椎側邊的肌肉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隻手去幫一下 那隻手就像這個動作一樣 隻手放在另一邊的頭 然後就把力向下壓多一點 那就變成可以幫助肌肉 可以再伸展得多一點 雖然頭痛是一個很常見的疾病 和問題 但是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所以一發現自己有頭痛 和不舒服的時候 就要找醫生去求醫 通常醫生一般都會用磁力共振 去照腦部的影像 來看到裡面有沒有腦腫瘤 或者是腦血管瘤 下一集我會將大家的問題 再解答多一點 如果有關於脊骨的問題 請大家留言給我 請問我